歡迎收看姊妹亮起來 有一句俗語是這麼說的 尤其是如果有十位 你問十位 有十一位想要生女兒 對 所以那今天我們講 今天特別來賓他們的千金 對他們來說 就是爸爸奴啦 女兒的千金 所以他們到底有多醜女兒 真的是要掌上明珠 無法想像 我們來歡迎他們 首先歡迎陳希峯還有她的女兒 大家好 哈囉 還有我們林道遠 浩浩跟彤彤 開心 最後歡迎我們的藍波老師 以及大女兒姐姐 這麼大人 大家都說 因為剛剛講了 女兒就是爸爸前世的情人 各位女兒奴們 你們也有同感嗎 是嗎 是嗎 髮絲髮尿啦 吹頭髮啦 泡奶啦 全部都是你來啊 對 你也心甘情願的喔 心甘情願 尤其是她一出生那個大便啊 怎麼樣 我都要吻 你知道嗎 她又喝奶 人家是嗜親腸份啦 對 對 對 我心腸膽 她是 她是對女兒這樣子做啦 她都要先嘗過TEST 這是從頭到尾 我就想要去了解 對 她喝奶 不管吃下去還是排出來的 對 她都要了解 當然啊 而且我跟我老婆啊 很喜歡吻我女兒的腳 腳掌... 這個有... 不是她流的汗子 有... 姐姐小時候也是這樣 對... 所以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常常他們都會說 我不定時會暈倒 那現在還喜歡玩嗎 藍波老師 因為你知道那濃度高很多喔 真的嗎 小時候是那種肉香... 現在喔... 整個會沈過去了 菜脯味 那個濃度啊 就是今天洗完澡沒味道 我跟老婆就是... 沒味道 只要... 有味道 有味道咧 好餓 不是 因為那個小嬰兒聞起來 就是那種奶味香香的嘛 對不對 連那個奶酸都覺得好香喔 但這腳它其實是... 臭的 但是... 對我們來講是香的 爸爸來說是香的 所以女兒就是你的心頭肉嘛 是... 不過我就想聽說西楓他老婆 也是看中他這一點 所以很會利用你太疼女兒 然後對你也知道怎麼對待你 對 只要我... 譬如說我去拍戲好了 是... 那拍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會傳女兒 就是想爸爸的照片給我看 對... 等女兒快大便的時候 你女兒快大便喔 你怎麼時候回來啊 我就趕快... 要開車趕快衝回去 因為他要檢查大便 他要藏 對... 藏一下 媽媽那時候顧的時候 也顧到有媽媽手 所以想說我們是當爸爸的... 分擔 能分擔就是趕快衝回去 抱起來 因為他已經有重量了 是... 這太可愛了啦 這太可愛了吧 對啊 我老婆就會 穿這個上面給我看啊 這個爸爸一定會想趕快回家 你老婆很懂你耶 對啊... 無敵了啦 這個影片誰看了不想回家 沒錯 連我看了都想要衝回家了 我們... 我們都想去你家耶 對啊 他請到... 一衝回家 我很懂那個西風哥的感覺 所以一衝回家要先抱著 然後撒嬌一下 然後先猛吸兩口 他一出生啊 頭髮就這麼多了 對啊 因為你頭髮也算多是不是 對 所以我從一出生 我就要幫他缺頭髮 連頭髮你都幫他缺 那頭髮的溫度啦 風的量 我都要去哪裡了 控制勢必公清啊 對不對 那道遠呢 其實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那時候其實第一胎 我們沒有想說一定要男生或女生 第一胎我們就是覺得隨性 那反正第一胎好險 第一胎是男生嘛 那第二胎我們就盡量想要想說 看可不可以拚一個女的 所以我們就用盡了各種方法 第一個我們去看中醫 看了中醫調了身體之後 知識也非常的要求 還有吃的食物對不對 對 然後還有吃的東西也非常的要求 甚至連時間點也非常的要求 我老婆有去看那個時間 這個時間點 比較會生女生 然後她就會說老公 當時我們在幹嘛 我們在家庭聚會 是 然後她說老公 時間到了 做功課 然後我就說 哥哥 你先去找阿嬤一下 然後我們就進房間 你知道那時候我感覺很像一種動物 種豬啊 種豬的感覺 為了要拚女兒你知道嗎 我們真的是用盡了各種方法 長輩小孩都還在客廳 你們直接就進房間了 對 因為我媽知道我們很想要拚女兒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用盡了各種方法 然後最後真的好險 有讓我們拚到了女兒 是 其實應該說我們生過了第一胎 第二胎其實就沒有這麼緊張了 但是當我抱到女兒的那一生 你們知道 我其實 你是不是第一個看說 拜託不要像我 拜託... 對... 其實當初 抱到女兒的第一桑那 我不是感動 我反而是惆悵 因為我覺得 我第一個桑那我開始回憶 我的那個片段開始回憶 我以前對一些女生 當然不至於說 可能對她們不好 但是... 道遠你確定這些可以聊嗎 可以... 沒問題... 都有報備過就對了 有報備過 就是以前我對一些女生 可能感情沒有這麼的完美 或者是說感情沒有這麼的漂亮的結束 是 那我就覺得... 對 我很怕... 就是那些過客們 我很怕我女兒 接下來要遭受這些折磨 或者這些痛苦 所以我就跟她說 女兒... 妳不結婚沒有關係 爸比照顧妳 未來妳可以一輩子 爸比都在妳旁邊 OK 然後聽說她下一個動作 就去買鐵鏈 把女兒拴在家 今天是第一天放風 對 所以感覺上 給她穿個公主服 其實是把她囚禁起來 沒有... 其實有很多人就說 你女兒長這麼可愛 那以後長大 如果很早就要男朋友怎麼樣 你會不會怎麼樣 我說 我不會怎麼樣啊 但是... 要先過你這一關 對啊 對 可是還是要去上學啊 幼稚園什麼的 對 她其實現在在學校 就已經有一些男生 或者是一些小朋友 想要接近她 因為她去學校 其實基本上 她的服裝就是這個樣子 平常上節目喔 對 她是平常去學校 所以她進教室 什麼男生都很早點 公主駕到 她早上會有一個... 她有一個行程 就是早上起床之後 她會先到媽媽房間 然後呢 拿那個梳子這樣 先把她的瀏海整理好 然後看著鏡子說 接下來呢 會拿那個護唇膏 然後她對著就這樣 然後說 魔鏡啊 魔鏡 誰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然後完了之後呢 她就會這樣手睜開來 然後那個就是... 完全就是一個那個... 完全是... 公主的感覺 然後媽媽就要開始這樣 幫她穿衣服 然後穿完衣服這樣拉拉扮起來 然後穿上她的那個高跟鞋 還有高跟鞋 好測試喔 然後... 媽咪我可以出門了 那你的健康工具是馬車嗎 對 對 進了幼稚園之前 我都會先去巡視一遍 有沒有人想要對我女兒 想要做什麼事情 對 我都先下馬位 就是先說 這是我女兒不要亂來 真的嗎 可是總統你在學校都沒有別的好朋友嗎 有嗎 朋友是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都愛女生的嗎 男生 好 男生 那你有幾個男朋友 那你的男生朋友叫什麼啊 小魚哥哥 小魚哥哥 那個小魚哥哥是誰 我明天去幼稚園學校 大概就是活到這個月了吧 對 那我問你 喜歡跟哪一個男生玩 小魚哥哥嗎 那如果是小... 那我問你好了 如果是小魚哥哥跟爸爸要找你玩 你要跟誰玩 棒 這就是我們要正式的宣告了 你有沒有想過 你們一定都去喝過喜酒 是 那喝喜酒不是現在都是那個 爸爸跟女兒一起出場有沒有 對... 然後爸爸把女兒的手交給那個男人 對 你們看到這種場景 你們都沒感覺嗎 因為總有一天啊 所以我不想走到那一天啊 我有想過... 我有想過那個門 因為現在我女兒 那個門一打開 直接走了就好 你們想想看你現在 從現在這一刻開始 對 他有變變了 對 你擁有的指示 其實他還是持續有排便 你還是可以試試看 定時寄給你可以嗎 定時寄給你可以嗎 沒有 我是覺得就是對我們來講 女兒就是講你知道嗎 就是永遠的寶 他會跟我女兒講說沒關係 你就算不結婚都沒關係 你覺得有遇到什麼困難 沒關係 回家 你有沒有這樣對你老婆講過啊 回娘家 回家 好讚喔 姐姐那個藍波老師有規定 你說什麼時候可以交男朋友嗎 他表面上都是跟你說都可以 只要就是你有跟男生聯絡 或是怎樣的 他就會問把人家大概祖宗十八代 就問清楚了 然後不然就是要去哪裡 然後如果有男生 他都會特別非常關注 然後可能會在那個地方 就是巧遇一下這樣子 你還巧遇喔 所以你自己演狗仔隊就對了 真的 你也很忙耶 滿忙 人生就是這麼多巧事啊 就是有一個原分就是這樣 無巧不成熟 對 你有時候在哪裡遇到 在一逛夜市的時候 迎面而來過來 怎麼這麼多逛這個地方 那他們去看電影 你該不會也去吧 就是 姐姐你是不是巧到一天 有三遍就讓你爸 差不多 只要是 大概是這個位置 大概是這樣 他就又回頭 這樣巧喔 不是 他是直接伸出手說 姐姐你要吃爆米花嗎這樣 所以你不知道爸爸有來那時候 不知道 好可怕 那旁邊那個男的應該尿了吧 因為我們是跟一群人 有男生 有女生這樣 但是只要有男生出現的地方 他就會出現 對 只要有男生 不管是怎樣 可是你不會覺得很丟臉嗎 都那麼大了 爸爸還跟在後面 對啊 所以就沒有男生 就是敢接近啊 大家都 有那麼丟臉嗎 有 我跟在旁邊 他們有些同學還會轉過來說 潘若迪老師有來耶 那才叫丟臉好不好 沒有被認出來 被叫錯 打卡還打錯 那才丟臉好不好 對 這也是 因為電影院比較暗嘛 看不太近 對 難道西風呢 你也會去買電影院後排的座位嗎 我應該不會 這場我包啦 懂 對 你懂 漂亮 不是爸爸太極致了 只要是男的都不准進來這個廳 對 這個女兒也是好 但是也覺得好有壓力喔 而且她是那種 360度監視的那一種 360度 對 就是你早上要報備 對 要跟她說早安啊 聊一下天啊 然後再去學校 然後如果你要從這間教室 換到另外一間教室 要跟她說一下 不是 那都在學校裡 有什麼關係 對 過度保護也不對 讀那種體育學校 怎麼了 她讀台北市立大學 都是學校的國手嘛 你要想想看 她從這個教室走過操場 到另外的那一棟 對 中間會經過 橄欖球的 籃球的 每一個那精力旺盛 你知道都走過去的過程中 寫氣方剛 哇 充滿了費洛蒙的味道 對 你知道她等於是 你知道嗎 飼料 從魚群裡面一過去過去的時候 那些 過程中哇 你很誇張耶 有這麼誇張嗎 真的就沒有好不好 大家都趕著上課 哪有誇張 你想太多 你又有點幻想症 以前我們那個學姐走過去 或學妹走過去 我們也還不是一樣 在洋財上 你講的這些事情 我們又不是沒做過 尤其是那種舞蹈科系的 Oh my God 對 好有感覺 然後那個我們就不要 上廁所嘛 是 我們是要走到對面 是 經過那個舞蹈教室 炸香 炸香 然後裡面都穿得很緊 你在跳 芭蕾 芭蕾 在遠的路面 讓我們去舞蹈教室看一下 對 已經男生夠了 因為這樣子 我學會了口哨 可以追著嘴巴吹口哨 什麼意思 就是你吹口哨 不要讓人家知道是你吹的 會 很強耶 好厲害喔 好強喔 你很悶騷耶 你 然後一點都不緊張 因為我們以前就是這樣過來 是不是 好啦... 我們都現在一直在講女兒 然後現場唯一有兒子的 我們也要講講兒子嗎 是... 他突然被冷落在那邊 對 沒錯... 但是你對女兒跟對兒子 有沒有差別待遇 所以那時候像今天我整套 都是我幫她搭的你知道 你幫她搭的 對 可以站起來嗎 你站起來 轉天圈展示一下 妳的Elsa 而且還有幫她 轉天圈 給她轉圈 好可愛喔 愛心這樣 愛心 愛心 伸出妳的 會推 來 你看一下 好... 好美喔 超讚的 就是她基本上 全部的都一定要是公主的裝扮 要... 然後像是這個... 從這個... 皇冠開始 然後再加上腮紅化妝 然後還有這邊一定要 就是整套的啦 然後再加上 她有大概不只這雙鑽石的鞋子 她有很多雙 就是打開來 你今天我哪一套 我要配哪一雙 聽說家裡有兩百多套的 對... 兩百多套 你可以租很多 冰山一角... 那但是哥哥因為... 那後面有幾件破布是什麼 這是誰家的啊 妹妹是公主的Cosplay 那哥哥是乞丐的Cosplay 等一下 我真的看不下去耶 這樣... 妹妹是這樣... 第一件... 哥哥是這樣 我覺得這件... 我的天啊 這穿幾年啦 不是 這是... 這個是被水淹漾炸過是不是 對... 差這麼多 這個這麼豐盛 然後... 那麼漂亮 不是啦 因為哥哥男生 你不太需要打扮嘛 對啊 你就是... 反正人家送的N點牌 但也差太多了吧 哥哥應該不平衡耶 真的耶... 你的女兒真的是小三 兒子是三小耶 喂... 對... 妹妹的都是... 把他買新的 都是帶哥哥 那些穿過的... 二手的 真的 你要顧他的心情耶 有啦 最最新的啦 只有最新的啦 因為要上節目嘛 對 你看那個女兒 坐在他爸爸身上 臉要怎麼弄就怎麼弄啦 不是 也沒關係 他不是靠臉吃飯也還好 你看躺在身上 那哥哥在旁邊 看得牙癢癢的 真氣氣 小朋友還會做鬼臉 對 我們可以一起做鬼臉 我們就是... 他會開啟那個鬼臉模式 什麼意思 我們一起啊 女兒戀愛沒著落 爸爸還想陪嫁去 不可能沒有人追你啊 真的沒有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爸爸就是男朋友 對... 然後又要接送 這樣人怎麼辦 你不能介入他們家庭吧 這個很好耶 真的很好耶 真的很好耶 我們可以一起做鬼臉 我們就是... 他會開啟那個鬼臉模式 什麼意思 我們一起喔 一、二、三 好強喔 他們其實很厲害啦 滿喜歡上鏡頭的 很棒 你看 很幸福的家人嘛 對不對 藍波老師你也是這樣走過來的啊 尤其是我兩個 好可愛喔 國小之後 你也是算左擁右抱啊 兩個女兒 我以前小時候送他們上學的時候 他們的同學多羨慕啊 他都回頭跟他講說 因為老師長生會了 他們都說你們家一定是... 而且老師現在還比較白 以前比較黑喔 對... 因為我覺得小孩就是這樣 小時候是覺得好可愛 每個時候都... 這個其實我覺得最羨慕現在 我們最常常好羨慕 然後到了國小開始喔 你知道國小開始念書了嗎 要寫功課幹嘛 他常常以前小時候 他會問我 爸爸... 我拿數學題目 問他 對... 那你是問錯人啦 爸爸... 這題怎麼寫 然後爸爸就... 就感覺裝作很厲害喔 我看一下喔 我看一下喔 就這樣嘛 你就這樣... 然後結果答案... 是錯的... 就是後來才跟我坦白說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他連主目都還沒有看懂 意思都不知道 對... 你要想想看 一個舞蹈老師 他數字的最高點 就到8而已 5 6 7 8 2 3 4 5 6 7 8 3 2 你有9跟10嗎 不可能有嘛 你問我一個數學題目 怎麼可能會嘛 對啊 這為難我嘛 然後而且老師在職場上 是叱咤風雨 是 因為你知道我多高 後來到這一陣子 開始有一點找回到尊嚴了 因為他們以前國小... 你知道 升學沒有一個題目會的啦 說實在 英文、理化、數學、社會科 完全都不是 所有東西都不一樣 然後到了高中之後 到大學的時候 他們現在不好意思 現在也讀表演科系了 是 到我的... 到我的勢力範圍了 你的領域來了 對... 我女兒... 曾經小女兒 有曾經問過我一件事情 他有一天在學校 跟一個舞蹈老師 某個舞蹈老師 學校的舞蹈老師好 是... 他就問他學了一個舞步之後 他就回去說 爸爸你這個動作你會嗎 他... 他回來... 好你 這個舞步會不會 跟吃飯一樣不會 已經騎到頭上來了 你知道我的地位 已經從數學不會 一直把我壓到地面上啦 對... 他回來問我說 這個舞步你會嗎 Oh my God 會嗎 機不得 結果... 我就說... 去問一下你的老師跟誰選的 搞不好... 他講算... 搞不好是藍波老師的圖子圖 對...有沒有可能 對...像我們的老師啊 我們見面要叫老師好 然後都會發現 我們的老師跟爸爸說 老師好這樣子 塞公的意思 你知道我去他們的學校 遇到他們的老師 他們老師就看到我 神村了耶 他就到我了 我們圈子裡面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現在其實是我人生中 最開心的時候 我已經從18歲之前 我都沒有地位過 可是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有時候很煩 就是... 因為我是跳國標舞的嘛 可是爸爸明明就是 跳流行舞的 不一樣嘛 對啊 我每次有時候做動作 他在那邊看 他都會覺得說 你手伸出去 手伸出去 手還要這樣子 還要這樣撈一把回來 很老耶 很老耶 會耶 所以一定要這樣子 那個舞步過時了啦 對啊 老派喔 我第一次也會想在節目裡面 講髒話 對 可是這真的有一點 以前歌廳秀的感覺了 對啊 你是多麼看不起郭富神啊 不是 不是 這跟這沒有關係 那那個很像 我要抓住那紅紅的 對 對 如果說我有加上這個動作 那就老派 我沒有啊 我只有這樣子啊 我手伸出去要這樣子啊 這樣老派嗎 其實還滿老的 沒有其實喔 因為那可能 當然呢 耳如目染 或者是遺傳的基因 也有關係嘛 對不對 那不如兩個人 我們可以互相其實展示一下 我們跳一下是不是 火力展示 對啊 該對吧 對 現在很流行短視頻 我現在有時候偶爾也會跟我女兒 拍一個短視 對 我們來一段好了 來一段 來一段 來了 表情好可愛喔 Cue喔 太棒了 各有各的風格對不對 對 開玩笑 他跳就是青春洋溢 是 那老師跳就是 我跟你講 藍波老師是我們舞蹈圈的扛把子 連我們以前當歌手的時候 都受過老師的指導 對 而且帶過很多天王天后的 我家裡建築結構 就是有很多天王天后簽名 對不對 但是我就講說 其實在這行業裡面來講 其實就是每一個時期都不一樣 然後你說每一個時期 都有它的經典的地方 是 那現在這個時代 可是帶天王天后 跟帶女兒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 天王天后不用我們保護她 有人保護她 就是女兒 我還要跟你分 爸 你這樣覺得這樣 這我不好看嗎 可是天王天后是不敢的喔 這倒是耶 對不對 以前我們拍天王天后 我們就多尊敬老師 然後他幹嘛 他就幹嘛 對 那個地位差好多 其實John 你是偶像的偶像耶 對 我覺得現在的孩子 我覺得對孩子來講就是 還是要保護一點點 因為現在的孩子 其實有時候年輕人比較衝動 然後我以前 要溝通的 要溝通 像我永遠記得他的同學 有一次來我們家吃飯 我們就弄了一桌給他們吃 我們就坐在客廳幹嘛 然後他的男... 你還在喔 沒有 我們就在二樓後客廳那裡 我們大廳跟餐廳... 還是要就進監視就對了 對 二樓拿個望遠鏡在那邊 類似超級 而且他前一天去幫我們 採買食材的時候 他說 姐姐 我幫你們買好囉 然後最後一張圖是 他自己拿著棒球棒的照片 什麼意義 這是什麼意思 對啊 什麼意思 也沒有什麼意義 就是其實他就是一個態度 保護女兒的態度 他就是一個態度 然後你知道那個同學 就來吃完飯之後 他們就是他們的男同學女同學 然後一起在那邊烤肉吃飯 吃完飯之後 他就在我們家的那個客廳逛 然後男同學就到處看看 看我們家擺飾嘛 然後看一看... 他們兩個看到一個東西 他們兩個都退 然後我就聽到他們兩個講說 真的 我們還是小心一點 對 他們兩個男同學 有在運動嘛 對 因為我平常在打棒球嘛 大家都一定會說 藍波老師你真的那麼喜歡棒球 不是 為了這個身分 是... 其實就是一個父親都是這樣子 父親都感覺上比較嚴厲 但是實際上我們對他的交友來講 沒有那麼嚴厲 沒有那麼嚴厲 只要看得到他交什麼樣的朋友 是嗎 我覺得那個藍波老師 昧著良心在說話 對啊 他其實剛剛手指有這樣子的感覺 你先把你女兒的腳鏈抵開好不好 對 腳鏈都綁著了 而且藍波老師在講的時候 那個姊姊一直在搖頭 對 所以我現在開始可以 開始買棒球棒了喔 可以... 我覺得你保存現在的便便也很有用 可是不可能沒有人追你啊 一定有的啊 我只能說就真的沒有 因為大家...大家都知道 我爸爸就是藍波 對... 所以根本就沒有人敢接近 而且... 爸爸他是年超緊的那種 然後又要接送 就是不管怎樣 因為... 你都不用忙別的事喔 對啊 你就不用忙別的事 我們全部請假 我老婆也是他爸在忙別的事的時候 你才趁虛而入的 因為他爸也是拿著球棒到處走啊 但是有一天忽然被叫去支援 他朋友的女兒說出了什麼事去 然後我就只有這個空檔 我就變我老婆 做家族習慣 對 而且我們是那種... 我現在住宿舍嘛 然後我是一到五都在學校了 所以他就會覺得 我六日就一定要回家 所以他禮拜五 就會到我學校去接我 接你 然後禮拜日再把我送回去 就不管要工作還是怎樣 他就是禮拜五晚上 就不能有工作 一定出現 對 禮拜日也不能有工作 因為要把我們送回去 然後就是我們六日啊 要出門啊 他就會提前... 前一天就會問你說 明天幾點要出門 我載你啊 沒關係 然後我們社區 他是有社區巴士的 可是爸爸又很想要接送 因為我會覺得 有時候太晚了 我就會想說 不要讓爸爸媽媽再跑一趟這樣 對... 然後就想說我坐社巴 但是他就會說 你今天幾點下課 你再跟我說我再去接你喔 然後我有一次我就... 他就有問 幾點下課 我就故意不讀他的訊息 然後我就先... 我就先坐到社區巴士上面了 我才跟爸爸說 我坐到社區巴士囉 然後他說... 他表演就... 好...OK 下一條訊息他就直接說 我明天要去開社區巴士 社區巴士還不安全嗎 沒有啊 巴士絕對是安全的啊 但是社區巴士裡面有很多座位啊 擺命必有一書啦 對 而且我們在學校一到五的時候 早上要跟他報早安 然後聊天 然後換... 什麼課要講 對 然後晚上... 他是不是一直傳那種長輩圖給你 他就一直傳說 姊姊上課還好嗎 還有沒有吃飽 中午吃什麼 然後這樣子 然後不然就晚上 晚上就是要固定打電話 然後講... 視訊要嗎 盡量 他就能的話一定就是視訊 不管就... 我們打電話過去 他也會先按視訊 那視訊是不是還要這樣360 就是叫你要照一圈這樣 他會說... 你現在在哪裡 回宿舍了嗎 我會說回宿舍這樣 你宿舍有時候有別的同學啊 我是... 就是要看別的同學啊 我看他幹嘛 然後後來他就是... 邊接次邊看 對 連我們什麼換教室 什麼都要說 然後要去哪... 什麼地方都要報備 因為我是就是有時候很忙 我就沒辦法報備 我就直接叫他說 你自己看我IG線動 我PO我在哪裡 我就是在哪裡這樣 對啊... 對嗎 OK啊... 現在的孩子 你覺得他IG是對的嗎 他有公開組跟私下組 你不要以為他在開動 他有大號跟小號 當然啦 而且線動也未必是現在 搞不好有一些流的稿子 對不對 他曾經有一次說是 大家都說爸爸晚安晚安喔 我說那天... 平常都不會跟我說晚安 今天有跟我說晚安 有炸 我就去看他朋友的IG 放大那個照片放大 拉開 他在角落吃牛肉麵KTV 很誇張 連我朋友的IG什麼都有 你怎麼會有他朋友的IG呢 因為他會很想要約我的朋友 來我家聚 其實是要認識他們 對 就是要認識他們 對 就是要認識他們 你要想想看 他有大號有小號 我們會沒有嗎 所以藍波老師也有小號 沒有嗎 我們沒有 我是筆名... 筆名 筆名 可是都長這麼大了 禮拜六 禮拜天 都一定回家嗎 他也許有他的活動啊 我就只有一次 我從大一到大二到現在 就只有一次沒有回家過 那一次是因為 我同學有出車禍 大家都回家了 然後我想說 那我住台北 我就留在那邊照顧他這樣 然後爸爸還說 OKOKOK 對 因為這個理由滿正當的啊 對 那你也OK啦 而且是真的 我還有拍照片啊 醫院的證明給他 都有喔 然後之後下個禮拜 媽媽就跑到我旁邊說 你上禮拜沒有回家 記仇耶 而且他不是只有不爽 他是到現在 跟人家就是 我阿姨叔叔吃飯 那時候 女兒長大了 翅膀就硬了 六日都不用回家 一次 對 就一次而已 然後還去查他信用卡的帳單 居然去買繃帶 假裝同學有人受傷 好 他有了小孩之後 尤其是女生 是 就... 這個真的是 來克我的 就是 人機海盜船耶 爸爸笑得比女人還開 對啊 人家是有人家的生活嘛 對啊 我講真的啦 那以後嫁人怎麼辦啊 你... 你不能介入他們家庭吧 爸爸的嫁妝就是爸爸自己 這個很好耶 這個很好耶 不好意思姐姐 我又害了你 這個很好 我老婆以後這盤子 穿雙眼來做 我就蹲在盤子裡面 這樣出來好了 人體壽司 你就把自己包在一個箱子 然後就推出去 就跟他一起去 對 沒有想過耶 對 可以... 就留這個給你了 完蛋了 我說爸爸有一天 他改變了 就不聞不問了 那你會怎麼樣 對 我說如果有 不但會有... 我覺得我就算嫁人了 我爸還是一樣會就是 監控這樣子 他可能會在他們家旁邊 買一棟 樓上樓下 沒有 女看一樓 叫你拿包裹的那一個人 就是藍波老師 真的 你同我 是不是 先從社區巴士開始做 對 然後再進入到管理員的街上 對 慢慢往上爬 越來越靠近 按上電梯的時候 請問要上樓還下樓 對我老伯 他真的是這樣的 因為現在我們住宿舍 他就真的在我們宿舍 就是我們學校的附近找房子 幹嘛... 他要住在那邊 不會吧 真的 真的 超級無敵誇張 他們在貼母那個... 你乾脆去應徵射肩好了 對 他們說射肩要女生 來不及了 試過了 我想過我做完之後 加上復原好像來不及 來不及 我覺得他應該會想去幫他同學吧 當同學 但是我只是覺得說 就是能夠陪孩子的時候 盡量陪孩子 是啊... 說實在 我們的過程中可能他們會覺得 有點壓力 但是我們其實以前除了 我們父母就是因為沒有管我們 那我覺得我們跟孩子的那個情感 其實沒有那麼好多可以聊 爸爸就是爸爸 媽媽就是媽媽 有一些共同的回憶 永遠就只有家庭的事情 可是我們這樣子有一些 你想想看他這一輩子 永遠記得 從電影院伸出的那隻手 你那個寬懷的手 還知道他吃什麼口味的 你確定那是他美好的回憶嗎 我覺得爸爸是真的對我們很好 對... 就他完全... 你看他現在上節目是這樣 他下節目只會更瘋 他會起來還不夠瘋 比我們更像小朋友 就是跟我們玩在一起 跟我們很像朋友這樣 而且他從小到大 從來沒有罵過我們 也沒有打過我們 他常常都說 因為他以前就是被打大的什麼的 所以他長大 他只會想用... 小時候 我都年輕 年輕的時候 年輕 我媽也有講過這一句 年輕人 我說看到你臉 我本來不想打我 我都想扒了 遠不住我 所以我從來沒有怪過我媽 是我的問題 因為像爸爸他就這麼好 然後他對媽媽又很好 像我們只要兇媽媽 爸爸馬上黑臉 他就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媽媽說話 對啊 就是像... 所以我以後就找男朋友 就會想像爸爸這樣這樣 我想說... 這句就夠了 選擇男朋友老公的對象 也是像我爸爸一樣 就是又會做菜又疼老婆 又會幫忙做家事 這到哪找啊 對... 你們這兩位是不是想到我家做了 是不是 沒有... 沒有... 沒有問題 我們說... 真的可以來我們家 我們家是爸爸會說 請假出去玩的那一種 就是... 硬要你請假的那一種 真的啊 一樣 他也是很黏女兒 現在... 很黏耶 他應該是我看過那麼小的女兒 然後是最黏的一個吧 沒錯 他現在幾乎每天 他只有PO他女兒 是他最開心的事情 因為我以前真的不是這樣子 我想說還沒結婚就是一個人 很多耶 就很大男人啊 因為哥哥他們都是男生 而且很陽剛 但是一有了小孩之後 尤其是女生 是 就... 這個真的是... 來課我的 來課我的 就是老婆課不了 她都有辦法課我 對啊 捏大便啊 整理家裡啊 洗碗啊 擦桌子啊 連狗大便我都來了 只要跟他有關係的你全部包辦 對... 就是甘之鹿怡啊 你看看 這爸爸笑得比女兒還開 對啊 人體海盜船耶 好可愛喔 平常會... 平常會頭昏的 這樣搖也不會昏的 你看看 然後那個頭髮好可愛 看得太完美了啦 像我女兒她出生 我老婆之後 有幾種的那個奶粉 要選擇 所以她就選擇 我老婆就選了一個最好的 價錢也是最貴的 可能一罐這樣子而已吧 有一千六 是 然後想說... 一罐一下沒多久喝完 一千六 一個禮拜多吧就沒了 那我老婆就一直買一箱 這樣可以嗎 當然二話不說 可以 因為給小孩吃最好的 我們也比較安心 什麼一箱 我們先三箱 一箱這樣叫 所以呢 母親節快到了 那我最近也發現一個地方 真的想要分享給大家 那個地方是好吃又好買 真的 又好買 吃又好買 你看VCR 好 大家好 我是陳希鋒 我今天不是以院長的身分 來巡視的 我是發現一間非常好的生鮮超市 想要介紹給大家 我本身是一個很喜歡吃生鮮的人 來到這裡可以一次滿足我的味蕾 這裡有擺平的空間 他從產地到你的餐桌 一手包辦 你可以在一樓選擇你要的水產 可以到二樓 有專業的師傅 代客料理 就彷彿到了海港一樣 來到這裡水產這麼多 我變成有選擇障礙 所以我請我們美麗的板娘 來為我們介紹 歡迎我們美麗的板娘 嗨 大家好 我是板娘 歡迎大家多多來我們的水產超市 老板娘 母親節快到了 你有甚麼好的生鮮 可以介紹給我的 母親節呢 我們就是要對媽媽好 給媽媽最新鮮的 產地直送的波斯多倫蝦 還有雪場蟹 還有我們的黃金蟹 還有我們的石斑魚 其實對媽媽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棒的食材 我的口水流下來了 這邊的水產都是跳跳的 而且這邊它的價錢是透明化 也不會有坐地起價的問題 而且這邊的空間非常的乾淨 我們除了很在意我們的海鮮品質 我們對環境 我們也是高標準的要求 讓客人在這邊吃得安心 用得放心 然後我們營業時間到很晚 所以晚上下班的人 不知道吃什麼 沒關係 來我們這邊 你可以自己買回去 也可以請我們師傅幫你代組 你們可以帶回去吃 或者是說留在我們二樓的餐廳用餐 都可以喔 最新鮮的水產呢 才能做出最甜美的味道 大家可以請你的親朋好友 或者是你的長輩呢 來這邊吃飯 超級氣派喔 好棒喔 好棒喔 鳳梁這什麼好意思 上次過年已經帶來一桌 對不對 你看現在這一桌又這麼豐盛 因為母親節快到了 要提醒你們大家 來我們這邊吃好料 對 現在 媽媽還有太太都一起在一起啦 是一定要最新鮮的 第一道呢 我們就是炙燒鮭魚 炙燒鮭魚 對 那主持人呢 就由我來服務 我捏給你們吃 我們怎麼好意思啊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Puro的 怎麼說文哥 他其實自己會做日本料理 那捏不是亂捏耶 對 一次 兩次二反手 專業的 Puro... 厲害... 好 炙燒一下 來喔 好專業喔 很厲害啦 來當演員真的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這個威力香味已經出來了 可以喔 真的 不得了啦 這怎麼好意思 你看看 幾個 這沒在客氣了吧 這一口也太珍貴了吧 這個用料沒在客氣耶 好高級喔 來吧 可以嗎 來...請我 那我就不客氣了 不好意思喔 要吃囉 你來 你一口喔 天啊 這樣一口吃嗎 天啊 半口半口 二 超新鮮的對不對 每次那個 每次節目都講說 你們怎麼每次都講入口其話 你們沒有別的形容詞嗎 沒有 我不相信 就是入口其話 你吃它上面那個鮭魚 也是入口其話 我不相信 我來喔 我來喔 吸口的 沒辦法 而且不會油膩 我跟你講 你是不是放在嘴巴裡面 因為嘴裡面有溫度嘛 因為我們還活著嘛 是 對啊 這樣下去 那個鮭魚就化開來 真的 炸開這樣子 對 它很新鮮 很綿密 就化掉 它只要上那個喊牌 對 對 還有卡特卡 對 我剛才看到 你本來想要客氣的 只咬一半 就忍不住 對 沒有辦法 控制 第一道已經這樣了 還有下一道是 更豐盛 它就是龍蝦麻辣麵 那龍蝦 我們的麵 它是比較特別 它是用玉米纖維 去製作而成的 重點是我們的醬料 它是用NCT油 中面脂肪酸 它是好的油 對 比較為增加身體的負擔 是 吃也不會胖 那個食材新不新鮮 你吃下去就知道 對 它吃下去是脆的 有 蝦肉 接下來是哪一道呢 就是我們最厲害的 石頭蝦 你打開那個香味 對 你而來 我跳跳的那個 泰國蝦 跟弄熱的石頭 是 還有特調的醬料 放在一起 所以 燜在裡面 完全是用燜的 對 用它天然的這個熱度 來把它燜熟 燜熟 好啦 一零一半 很燙 果然小的是給 小的 對 給哥哥 換 小的是給哥哥 大的就是給妹妹 沒錯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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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道遠好像在池塘餵魚 好吃 好燙 小朋友真的不會甜 其實真的很像講話說 它直接嘛 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它就不好吃 而且我覺得它外面的那個佐料很厲害 它是有點微辣微辣的 然後非常的香 而且它那個味道完全有入到那個肉裡面去 但是我跟你講 後面這一道也不黃骨 紅蝦三明治 對 開玩笑 這是我們的招牌 是嗎 平常呢 禮拜六禮拜天或者是母親節呢 大家呢 家庭聚餐 最好的去處就是這裡 太棒了 掌聲謝謝伴娘還有我們施鳳哥的介紹 謝謝 謝謝 太好吃了 謝謝 對啊 其實不管是女兒兒子啊 因為小朋友都還小 對不對 家長的這個健康是最重要的 對 沒錯 其實那時候我真的是在 沒有小孩之前 我沒有在故意 住身體的 我們也都看得出來 是 那時候你知道多誇張 因為 因為這是等小孩出生之後 那時候我應該剛好開店嘛 然後那時候我最主要是發現 身體不太對勁的時候 是因為我老婆娘家在南投 我沒辦法一次開車開下去 我中間一定要下車就是睡覺 一定要就是下... 休息一下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結果一去抽血檢測 我的血糖飆到三百多 然後我的三酸甘油脂飆到一千多 是正常的七倍 對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是嚇到 是... 我怕到然後 對 因為我真的我想要... 四個月二十公斤很拚耶 而且到現在還沒有腹胖喔 已經大概兩年的時間沒有腹胖 因為我當下只覺得 我希望能夠陪伴我的女兒 牽她的手進到禮堂 這是我的一個... 憧憬的一個畫面 因為我自己是男性孩子嘛 是 所以我更希望能夠是陪伴孩子 到他們長大 然後附入禮堂 我要看到她那個男生 有沒有愛她 有沒有對她不好 對 女兒出生就病歪 陳希鋒心力交瘁 一生完之後就去了育子中心 隔不到一、兩天 育子中心我說 小孩子好不容易出來了 隔不到一個禮拜 精英檢測中心又打電話來了 心裡的那個忐忑就是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看到她那個男生 有沒有愛她 有沒有對她不好 對 很棒耶 你看 道遠擔心的是自己健康的問題 對 那其他的爸爸 有別的擔心的事情 最擔心的是我女兒身體健康 是 那一出生的時候 就是有黃膽 因為我們生產的醫院 跟育子中心是分開的 所以一生完之後 就去了育子中心 隔不到一、兩天 育子中心我說 小孩子的黃膽指數太高 是 結果一去就去了四天還是五天 就真的很擔心 要照光什麼的 那時候我又要拍戲 對 那好 小孩子好不容易出來了 隔不到一個禮拜 精英檢測中心又打電話來了 說你小孩子可能有 罕見疾病 那個 罕見疾病 我那時候在拍戲 我老婆 整個心都慌掉了 因為她比八點檔還八點檔 你知道嗎 就是老婆打給我 一邊哭邊講這個事情 其實我一聽到 我心裡也是真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很無助 因為沒碰過 對 所以我就把自己穩住 跟她說 你放心 你不要那麼緊張 也不要哭 你趕快跟育指中心的醫院 因為他們多下有醫院 是 跟醫院說這個問題 還好醫生有跟她說 這個痕跡疾病 是發生在男生 才會有的機率 就是 她慢慢長大 就扑變成肌肉會沒有力 會萎縮 沒辦法走路 那只能活到二十年 這晴天逼利 但是是男生 男生機率比較高 對 所以我老婆就比較 心比較安 是 但是女生有可能會有 不知道 是 所以再過一個禮拜 老婆就要回那個 產檢的醫院做檢查 是 去了之後 一看到這些報告 都一切正常 就整個安心 對 那個心裡的那個忐忑 就是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 是 請那時候還拍照 是不是 那個是我女兒她感冒 鼻水倒流 那些 因為她不會講 只會哭 那鼻水倒流鼻子又塞住 你又要餵她奶 那哭了怎麼辦 好 我們就去買那個吸鼻器 我就來吸 結果她那個吸鼻器前面的構造 可能比較不適合我 我女兒的鼻子的鼻孔 寶寶太小了 對 所以我們就去給附近的診所 給醫生吸 所以我一看到她吸的那個管子 我說 這個東西應該可以 所以一回家我就叫老婆 趕快去上網買這個管子 那回來就把之前那個吸鼻器改造 你自己把它改造是什麼 對...我改造的 這個完全是西楓哥自己做的 然後他年輕的時候是改造槍子 平常會叫拉保險嘛 卡拉...卡卡 接下來我改造的是棒球棒 對... 要記得先去參加棒球隊 可是因為小朋友新生兒 都會有一個階段 要注射很多不同的預防針 對 預防針 疫苗啊什麼的 那個疫苗也是第一次 他打這個疫苗 我抱我女兒去 我女兒只聽到人家在哭 他那時候差不多五六個月 他只聽到而已 他自己眼淚都流下來了 我就...哇 心好痛喔 聽到那個恐懼的那個... 對啊 我想說要不要打 但是卡星帽你又不能不打 對... 抱進去了 那準備要扎的時候 一扎下去 我女兒就大哭 我心好像被刀割一樣 就...哇 好痛喔 那種感覺是... 當了爸爸之後才知道這種感受 藍波老師有一陣子不舒服 他自己都沒想到 因為以前他跳三天三夜都沒事 對啊 但是這麼健康 那就是因為健康檢查的時候 那時候被... 就是我在八年前有... 就是撤出是癌症 所以我有花了時間做一些整理 所以那時候也是我事業最忙碌的時候 出來就把我的公司收掉 然後開始把事業的工作減少 然後這八年 目前來都還滿健康 就是唯一要做的就是一年要回去一次 然後我...但是我... 應該他們我們孩子 他們基本上都不太知道 所以那個時候爸爸生病你們不知道 他們沒有跟我們說 我覺得其實我們不希望家人擔心 不希望家人擔心 所以他們後來知道的時候 都已經是五年了 所以已經是比較穩定的時候 真的還好 所以也是轉念 轉念 所以你現在覺得我跟中的孩子 或者是跟這樣的陪伴是過分嗎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要留給姊姊來評斷 對不對 我覺得就是現在的觀念就是覺得 孩子健康開心 跟朋友都相處很開心 我們生活很美滿 然後可以享用美食 然後分享 那就很棒 很棒啦 你看現在也脾氣太來了 你看現在這麼多幸福的家庭 今天看完 是不是你也... 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們 也想要一個女兒呢 對 但是我其實說真的 剛剛在講說 爸爸你不要這樣這樣 其實我現在體會到 因為跟爸爸關係也很好 其實爸爸真的就是想要多花一點時間 跟你有一些很甜美的記憶 然後未來能夠陪伴多久 就是他最開心的事情 對 所以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是 當然看我們的節目之外 要掃QR Code 回答小問題 就有精美禮物送給你喔 是的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這邊亮起來 下次見 拜拜